小猫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貓 就是今天啦 動物生有會呢 迎來第一波的夏季更新啦 今天呢一早九點多 我就爬起來開始耗更新 試了四個小時 以及Twitch觀眾們的幫助 將這一次的更新的內容 以及一些機制都搞懂了 這一次的影片呢 會探 profiles 一些實況有幾秒鐘的影片 會讓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另外這邊提醒大家 明天也就是7月4號晚上8點 我們Twitch實況有縱屋線友會的活動 歡迎大家來參加喔 那麼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會持續的更新縱屋線友會相關的內容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會員 之後會有全新的企劃等待大家喔 好啦那我們要開始囉 首先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游泳這一回事啦 在我們起床從床上醒來的時候 西施惠會晨報告訴大家 島嶼附近的安全性檢查已經完成了 那麼在信箱裡面 你可以收到來自任天堂祭送的潛水禁 游泳最畢業的物品就是需要潛水衣啦 潛水衣可以到商店或是Nook購物裡面訂購 商店販售的潛水衣有非常多種樣式 如果想要收集呢也都要記得都買下來喔 好了那再穿上潛水衣之後呢 我們終於就可以下水了 這邊告訴大家一些小技巧 只要靠近海岸邊按下A就可以下水 那麼如果你想要一個華麗的翻圈跳水 可以站在石頭或是碼頭上面 按住B快跑 大約呢像是影片這個距離 之後再按下A就可以了 我知道大家看感覺這個距離有一點遠 而且有點奇怪 甚至你會覺得這樣子跳好像有撞到屁股 其實我也嘗試蠻多次的 我大概跳了30次 就它這個距離真的是要跳比較遠一點啦 那在下水之後呢停止動作時是一樣的 可以使用右邊的搖桿控制視角 左邊的搖桿呢可以控制游泳的方向 長按A可以游泳 如果你是狂按B的狀況之下呢 它可以快泳 那再看到類似影子的東西 這邊再按下Y下潛 只要角色碰觸到影子 它就會自己上潛 跟平常捕捉到的生物一樣的展示物品 好 那麼以上呢是基礎操作跟小技巧 接下來呢先跟大家說說海洋生物的部分 如果大家仔細觀察會發現每一種的生物的影子 然後吐出來的泡泡 逃跑的速度呢都有不同 跟魚影呢是類似的道理 可以稍微的辨別一些生物 逃跑速度的部分啊 我在北半球目前有遇到兩隻 都跑得飛快飛快 我有一隻呢是觀眾說啊 他追那個巨竹蟹繞了整座島一圈 那這邊呢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我覺得算是100%會成功的方法 這一隻呢跑得飛快 那通常呢你潛水下去啊 你一靠近它 它就會以等速的距離跑開你的身邊 但是呢只要你停下來 它也會停下來 這邊就要用到一點偷吃步 你只要稍微往外繞一些 將生物卡在牆角邊 它碰到牆角呢就一定會轉彎 這個時候呢基本上就可以碰到生物了 那有放一段影片給大家參考參考 1號 2號 2號 2 Р - 屁啊 遇到你就跑了 - 幹你超廢 這什麼 - 欸? - 這沒有 - 那如果呢 大家也有自己的方法 - 也歡迎留言分享 - 那另外呢 海洋生物也有分出沒的時間 - 南北半球呢 由於季節的不同 - 抓到的生物也會不一樣喔 - 在這個海裡面啊 - 有一個非常特別稀有的東西 - 那就是鑽石 - 要靠腰 - 我真的太好笑了 我決定不要剪掉 - 好啦 那我剛說的呢 其實就是珍珠 -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並不計算在海洋生物裡面 - 但是珍珠呢 卻是非常的稀有 並且有特殊的功能 - 那這個部分呢 我晚一點只在一併的講解 - 那麼要來介紹 預告影片中所出現的兩位 - 新增的NPC與活動 - 第一位呢 是阿踏 - 這是一位非常哲學又傲嬌的海踏 - 穿上潛水衣在海中捕捉生物的時候啊 - 如果捕捉到梵力貝 - 那就會觸發阿踏的出現 - 第一次呢 他會要求你把手上的梵力貝交出來 - 我今天早上當下是覺得啊 - 這傢伙啊 語氣真的超級差的 - 我就選了不要 - 結果他居然就游走了 - 我當下真的有點傻眼 - 我以為他會跟悠悠一樣拜託我給他 - 接著呢 又找了一下才找到了梵力貝 - 這一次呢 他給我的反應是比較謙虛的 - 慢慢問我說 -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給他呢 - 老實說我覺得梵力貝雖然沒有很難找 - 但是他其實也沒有那麼好找 - 所以呢 我只嘗試了兩次他的反應 - 那老實說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 那在給予他梵力貝之後呢 - 他的第一次會給你DIY - 並且告訴你說可以使用梵力貝交換珍珠 - 那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 關於阿塔給予DIY的部分 - 那這裡很感謝觀眾們跟大家一起實驗 - 除了第一次之外啊 他一定會給予DIY - 之後的日子呢 你撿到梵力貝 - 他不一定會馬上的觸發阿塔的出現 - 並且阿塔的出現呢 - 也不是每一次都會給予你DIY - 阿塔的出現會給予兩種東西 - DIY或是珍珠 - 那這個時候你會有個疑問 - 我剛剛不是說珍珠可以捕獲到嗎 - 對 但是這個東西它非常的稀有 - 我個人的體感阿 撿到的機率大概是1-3%左右 - 聊天室呢 他們沒撿到是多數啦 - 但也有幸運的人是第九個就撈到了 - 那撿到的影子呢 這邊影片放給大家看一下 - 好 我們都看了幾次 - 那相信大家跟我實況的觀眾一樣會看不出個所以然 - 因為我也覺得沒有差別 - 那這個時候聰明的你們一定會想到 - 如果開2P來呢 - 這邊要跟大家說一個可以狂拿的方法 - 就是你可以開2P或是多P - 總之每一個角色都可以獲得一次的機會 - 獲取DIY或者是珍珠 - 那麼呢 這個換渠道的DIY是可以丟在地板上的 - 如果你想要把DIY集中在某一個角色身上 - 這是可以的喔 - 這是可以的 - 居然是可以的 - 老實說我還蠻驚訝的 - 唯一比較麻煩的就是阿 - 梵莉貝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好找 - 因為有一些生物出現的機率也蠻大的 - 大概也算是中等的機率吧 - 那麼經過觀眾們跟我的實驗 - 連2P跟1P呢也一定會有一定的機率是拿到一樣的DIY喔 - 好的 那麼接下來要跟大家說另外一位NPC - 還記得我們的預告片 - 甚至連任天堂都說了 - 這一位是旅遊 - 不不不不不...其實我們都誤會了 - 其實他是海盜J船長 - 但是呢他的遭遇也跟旅遊差不多像啦 - 總之呢就是跌落海中就是了 - 那他在趴在海灘上的時候你跟他對話 - 他會要求你替他找回掉在海中的手機 - 蠻不錯的啦 - 比起跟旅遊找5個零件 - 這一次呢只要找一個手機就可以了 - 在海中呢找到手機的機率也大概跟挖到蛤蜊是差不多的 - 那這一張手機再還給海盜之後啊 - 他會感激替零的告訴你 - 他一定會報答你的 - 於是呢隔天就會跟旅遊一樣收到他寄來的一份禮物 - 這個禮物的內容呢我猜啦 - 他基本上應該就是海盜的系列 - 像是我們大家這邊是有獲得海盜大炮、海盜衣服跟海盜地毯 - 這個地毯呢我還在10分鐘前啊 - 剛好還開玩笑說 - 他怎麼不乾脆寄一個藏寶地圖給我 - 結果他真的就寄來了 - 好啦那麼這邊就有有觀眾想問了 - 那這麼多批拿到的東西會是不一樣的嗎 - 欸沒錯會有一定的機率會不一樣 - 但基本上會不一樣啦 - 除非你運氣很好 - 雖然我們現在目前不確定獎品的數目有多少 - 不過這個部分呢 - 跟旅遊他的設定上應該是差不多的 - 那麼這一位長得很像旅遊的黑眼圈船長 - 在你替他找回手機的隔天 - 他也跟旅遊一樣 - 你到服務處的回收箱 - 一樣可以獲得一份生鏽的零件喔 - 看起來東西是差不多的 - 因為我跑去梨端機的DIY - 看有沒有更新新的東西 - 那麼梨端機有更新的只有我們前面說的潛水服 - 以及單一一色的七系竹 - 商店裡的跟梨端機的潛水服是一樣的 - 都有很多種的顏色可以讓大家收集 - 只是他沒有說哪一件會游的比較快就是了 - 那麼如果我有要補充的部分呢 - 會在留言區丁選 - 今天的內容基本上就不會有太多的誤差啦 -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 - 那喜歡的話呢 - 一定要幫我按一個超級讚讚 - 還有呢 - 關注我的IG跟twitch的實況 - 明天記得要來喔 - 我們不見不散咧 - 感謝大家 -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 大家掰掰 - 哈囉 你好啊 - 我是笨笨唷 - 喜歡我的影片 - 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 還沒訂閱我的人 - 趕快訂閱我喔 - 掰掰 - 可愛